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可以了 来这上面是我列出一些过去在杂志社 在抓坏人打坏人的一些记录 那就是跟各位稍微也算是炫耀一下 就是过去的战机 像比如说这个先议 就是谈到一些工地放岭的事情 像日月光三重邦的这些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借壳上市的一些事件 还有全联社的大旗案 然后另外就是检掉 沈庆金黄中宏的这些相关的案件 还有一些国安局 大家知道我们的政府 我们政府有很多机关 其实它自己也都违法 比如说这里这篇文章 国安局的土地是从一个 它是被我们的国民政府 征召到中国去打仗 就是到中国打仗之后呢 他的家属都留在中国 然后就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 那他要回来继承他的 他们的父亲父子辈的遗产 结果因为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只能够继承一百万 可是各位知道吗 国安局这块土地 至少五十亿 至少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各位身上 你一定会很不服气 你一定会很轻的 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的国安局用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被征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当时被征召从国民政府去打仗之后 留在中国没有回来的人 他们的土地全部都被国民党征收了之后 那他的家属要来要回去 要不回去 要不回去 那另外还有包括一些 党赢事业的回扣啦 东兴大楼啦 什么 这些都是以前写过的案子 还有私校的弊案 最近郭台铭他一直不太敢 也不太想承认 他到底买了什么样的学校 那因为呢 台湾法律上规定 私校是不能买卖的 所以呢 你如果是买卖私校的话 是有违法的 是有违法的 所以呢 这个很多的立委明代跟私校之间的一些纠纷 一些问题 还有另外这里就是这个魏文杰 18岁转一的魏文杰 魏文杰 然后全格数位生计 这些都是我以前在 还有这里 吸金35亿后音讯全无 千尾通讯 这个这些都是未上市的诈骗案 都是我以前在财讯的时候写过的资料 好 那我回过头来跟各位讲说 这些经济犯罪 这些每天都在市场上 电视不管是非凡或是什么东森财经 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呢 他不断的要去放很多很多的利多 那这个事情如果说不是因为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承认 这就算是内应吧 就是呢如果不是一位 他的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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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因为庄宏明 庄宏明当内鬼 就说有些案子 有些案子 你当污点证人的话 你当污点证人的话 有帮助检方有帮助这个办案的人员 他尽速的完成调查 那你是有工的人士叫做污点证人 那这个污点证人呢 他承认说是啊 这个添加这是我添加的啊 因为他是总经理 所以呢他呢就罚了一百二十小时的义务劳益 就是做工用做工来抵刑期 所以庄宏明就是还起诉一百万 这个缴交一百万的所得 然后呢一百二十小时的义务劳益 那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像胖达人这件事情 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越来越去的 你看股价呢从几块钱 从各位数字 然后一路飙飙到五十几块 七十几块两百多块 然后呢在这里全部卖光了 全部卖光了之后呢 股票下来到七十几块 出事情的时候现在剩下了四五十块 好那这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经济智慧型的经济犯罪 那这种经济犯罪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都觉得我不输给杨瑞人 我也不输给这些什么许庆祥 台湾巴菲特 这个就是小S的公公 台湾巴菲特许庆祥 那当然从实际的交易 检方都有查出来说 你到底是不法所得是多少 就是到底赚多少钱 这都是简单计算的啦 这个就很像薄熙来被起诉的时候 说是九百万人民币一样 是很好笑的数字 好那可是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说 他们这几个人的角色 他们这几个人的角色 如果有一天你卡到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你的周遭的亲戚朋友 卡到类似像这样的所谓的内线交易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钱放人 拿钱放人 所以他们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倒霉了只能拿钱放人 所以呢 自白又土钱的 自白又土钱的 那就比较从轻 那当然只有一个徐亚军 只有一个徐亚军呢 他不愿意自白 他到现在为止还自认为说 我的专业判断 我买卖的基因的股票是我自己 我买卖基因呢 是我自己的专业判断 我认为他的 他会涨 我才买的 然后我认为他该跌了 我才卖 所以呢 他一直坚持 一直坚持认为说 我是 我是专业投资判断 所以他未自白 所以备用从重量刑 那这个就是在徐亚军的选择了 他到底要不要 为了他的刑期短一点 然后呢 去接受说 对 我是那个 我是这个 这个也是内线交易 然后呢 我把我的不法所得吐出来 因为这样子 就很像以前官公在办案 然后呢 驱打成招 你招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你的钱吐出来之后 我就给你从轻发落 那胖达人是一个典型的案子 那可是呢 他这里头还出现了一种仇妇情结 就是这些人都好 这些人都住地保 所以 减刑官要对他们 要稍微对他们轻一点 放手可能都很困难 所以刚好他们的时机 他们的犯罪时机 刚好是整个地保邦的仇妇心态 很重的时候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很不利的事情 好 同样的 老董 老董 如果这件事情 去年2013年的第四季 有顺利挂牌的话 那这位刘正雄 这位刘正雄 恐怕他所收的这个 800万 7000万 2400万 可能就可以逃过一截 可是呢 这个现在 这个现在在爆出来之后 变成了这几个人 跟刘正雄的投资纠纷 也就是说 我告他 我告他 投资2400万 在去年 应该要挂牌上市 没有挂牌 所以呢 我是不是应该 你是不是应该把钱退回给我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退钱 就是说 就一个民事诉讼的程序 那可是呢 各位你要知道哦 如果我要告他 对不对 我要告刘正雄 那我还要缴交裁判费 所以我碰到很多人的案子都是 我本来投资他 两千四百万啊 我还要他投啊 但是我还要他投 我还要缴千分之一 所以我光法院就要再缴24万 然后再请一个律师 20万 所以呢 我还要再告他 把钱要回来的话 我还要再花50万到100万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法律概念 当这种民事诉讼纠纷发生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会出现 你要告他还钱 你要缴交裁判费 你还要不要再去花律师费 之类的 因为我刚好最近有一个朋友 房屋买卖纠纷 花了500万 标的物1800 他说我到底是要痛施500 还是我再花100 来去跟他打官司 这个就是 你在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面对的状况 那郭董有没有责任 那就是要看 他有什么样的具体证据 认为说郭董是一个帮助犯 好 那其他的包括像这个网品 网品是已经 就是他没有问题 他很顺利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说 在网品的事件里面 本益比虽然很高 那这个到了500块 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道理 因为我有抽中 那我抽中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天 我499块把它卖掉 那所以现在200多块 那至于这个价格 就看你自己 这是一个没有被查到 有任何犯罪的案例 好那至于呢 另外还有一个在酝酿中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这会不会有事 OK 再一分钟结束 好 这个就是 现在的股王大力光 大力光呢 高盛的这些分析师说 现在可以来到 2008 2600 甚至还有人喊到3000 那老谢就说 你们在炒股票 跟炒豪宅一样 没道理啊 那外资为什么都不会被抓去移送法办呢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政府无能 所以才让这些外资乱喊 然后炒作 而且都没有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就出现了说 好那外资说 不是我不是我 所以当大力光一天跌掉 170块的时候 凶手是凯基三多 好那我跟各位讲 凯基三多里头的大户 里头的很多大户 他们都会担心说 接下来要抓我去喝咖啡 要把我移送法办的 说我炒股 把大力光炒到 2800 2700 2800的 可能就是这些凯基三多的主力 那所以我跟各位预告是说 那凯基三多的主力 可能是下一波被减掉约坦的对象 好OK 那其他的这些股市的经济犯罪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说 因为包括博达 泰电 这是我自己的硕士论文里头提到的一些 就是上市柜的地雷公司 就是他们如何如何诈骗 那这个诈骗的手法都很高 博达 叶苏菲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他骗死一堆人 连外资 美玲 花旗 所有的专家全都被他骗了 全都被他骗了 很厉害 那还在坐牢出来了 跟他的老公林华德 在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林华德就是那个国票的那个董事长 大家称他金融艾科卡的那个 台大以前经济系的教授 OK 所以博达跟泰电 跟泰电的这些假交易 有机会的话再分析给大家知道 因为这些犯罪手法是要集体的 要对财务的操作很清楚的 而且还要透过 威京群岛的海外洗钱公司 才能够安然的把几十亿的钱给洗出去 然后还可以落袋为安 所以为什么现在包括了孙道纯 都还可以取嫩妻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都是泰电博打这些经济犯罪的案子的所得 所以我希望说给各位一些 最后一点点忠告 如果你真的很厉害 想要做这些经济犯罪的行为 你做了之后 你再去做一些什么 至少你要做一些社会捐助 至少你要让人家觉得 你即使赚了很多钱 然后你也要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所以如果孙道纯现在呢 他每天走孤儿月 每天走弱势团体 那我们可能也会原谅他 因为过去这些记录都让我们看到说 这些企业大老板的不法所得 所以我对这些人都是不太客气的 希望以后各位在这些经济犯罪 甚至在这些诈骗案的时候 我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提高警觉 那你自己有办法戳破他 然后不要被他骗 这才是我们能做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像他这样骗 我揭穿这么多 像他们这样骗我也不会 OK 好 时间的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